终于啊 还有一个学妻就要毕业了 恭喜你 要从一个火坑 跳往另一个火坑喽 林夕你能不能不要拆我台啊 对了学姐 你毕业要干什么呀 我保研了 你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 哇 学姐 我要是有你真命就好了 可惜我没有学习的脑袋 现在正在一个小小的公司实习呢 小心呢 我随便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不喜欢管别人 更不喜欢被别人管 喂 好 我现在出来 姑娘们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拜 学姐拜拜 这下就只剩下咱俩了 好无聊啊 说得好像三个人在就不无聊一样 不跟你说了 我也走了 拆太王 拜拜 久等了 没事 去吃饭吧 好 边走边说 想吃什么 我喜欢吃什么 你不是应该很了解吗 也是 你打算考研还是去工作 你呢 我保研了 我也是 走吧 带你去吃米粉 好啊 我本人觉得他一定会用的 来 解釀 第6gram 宣传 宣传 连聚 1种 独播 我 2种 3种 2 2种 2种 4种 嗨 美丽的小姐 今晚与我共进晚餐好吗 楚东阳 你怎么会在学校里啊 活久见了 作为你的男朋友 当然应该随时出现在你身边 完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上车吧 老公这就带你去吃烛锅晚餐 楚东阳 你不会真拿我当你女朋友吧 而且谁是你老婆啊 别走啊 我错了姐 楚东阳你不要忘了 咱们俩是合约情侣 都是各取所需好吗 我当然记得 我不开玩笑了 为了表示歉意 请你吃饭 那我要好多 好好宰你对 行啊 公主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有事吗 战琴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你 你就收下吧 放假了 我怕过一段时间就送不到你手里了 什么东西啊 你真的很幼稚 战琴 和我去吃饭吧 我饿了 我还要写论文 论文难道比我重要吗 你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你站住 我叫你站住 你还有事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快跟我去吃饭 不了 哎呦 肚子 肚子 哎呦 你没事吧 我饿了一天了 想吃饭 你就带我去吧 我带你去吃 你坚持一下 哼 果然上当 我说他小姐 你点这么多吃的丸吗 干什么 你那么多斤 话是这么说 但浪费食物不太好吧 嗯 你不要管了 我肯定是吃了丸子 反正你要是吃不完 我就让你在这刷盆子 哼 那我肆意要拉着你一起 你舍得让你男朋友这样吗 于心何忍啊 反正又不是真的 啊 那个 你假期想去哪儿玩 没啥想去的地方 不知道哪儿好玩 正好我知道一个好玩的地方 去吗 啊 不了吧 这 这孤男寡女的多不好啊 再说了我可没钱啊 你这种公子哥去玩的地方 哪儿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 能去得起的 不不不 不用你花钱啊 你要是觉得单独不好啊 那就把你宿舍的也叫上 我请客 真的 说到做到 啊 那好啊 你可别后悔啊 男子汉大丈夫做的决定从不后悔 呸 我看你是男子汉大豆腐 姐妹们 我到家了 你们都到哪里了 我和正贤还在逛街 果然是学霸赖最甜了 我是你俩永远的CP粉头 八字还没一撇呢 喜欢就主动出击 这种事情就要男生主动出击的嘛 啊 二叔 大家假期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呢 带上你们的男朋友 我没有那种东西 去哪里 我发给你们定位看看啊 这里野营什么的都很方便 就是地方有点远 在郊区 你们不用出去 我男朋友出 哟 公子哥发挥作用了 但没意思 我不去 反正你呆着也是呆着嘛 不如跟我们出去玩嘛 那你求我 我给你去还差不多 哎 去不去 我和郑贤还在逛街 那就说好了 后天在这个度假村见 你有空吗 一直有 怎么了 要不要出去玩 我宿舍的女孩 约我去一个度假村玩 我可以去吗 当然 你是我的好朋友 有何不可 那好 你去 我陪 快吃吧 一会儿聊了 到时候 我去接你 好 要不要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室友们 嗯 陈爱 是个长相可爱 心思也很单纯的小女孩 另一个林欣 也是个很好的女孩 相比之下我呢 你们当然不一样了 他们俩是闺蜜 你是好朋友 那你和我这个好朋友 约会多长时间了 别闹 你这样突然话多 我还有些不适应 要看对象是谁 你这是跟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编了好多 好像高冷帅哥 变成能说会道的聊天达人了 在你眼里帅就好 好了 快吃吧 肶子 乖 走 ur 走 啊 果然还是郊外的空气更好啊 小爱 这边 哇 雪姐 你们都来了 林一熙你不是说不来的吗 我倒要看看有多好玩 你果然还是口弦体重值啊 好了 你们俩 一见面就吵 小爱 你男朋友呢 楚东阳 你快过来 来了来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 这是雪姐 这是姐夫 这个是灵芯 感谢你不走心的介绍啊 小爱正经一点 我 我和郑贤是好朋友 你好 秦郑贤 解和哥好 我是小爱的男朋友楚东阳 那个 温馨够了可以进去了吗 好 咱们赶紧拿上东西进去吧 先去住的地方 这地方还真挺不错的 那当然啦 选处有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哪个 就前面那个 个子高高的 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白鞋的那个 看着是有点眼熟啊 郑贤 真是你啊 太巧了 兄弟你也在这呢 很巧 郑主席啊 我就说眼熟呢 我是承爱 叫我郑贤就好 幸会 还真是太巧了 郑贤是上一届主席呢 没 战前学弟比我优秀 年轻有为 喂喂 我说别再商业互吹了行吗 热死了 快点进去不好吗 郑主席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 正好 人都热闹吧 不方便吧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都是好兄弟一起玩呗 反正你一个人也无聊 对啊 对啊 他真是夫唱苦非 那 好吧 走走 那咱们快进去啊 终于到了 嗯 这里感觉很不错 嗯 不过如此嘛 话说回来学姐 你跟秦学长怎么还没在一起呢 你们俩这样暧昧都有两年多了吧 是 再不主动有你哭的时候 哎呀 你这个恋爱小白懂啥呀 都是男方要主动一点的好不好 哎 小爱 当初你和小楚谁先告白的啊 那当然是他了 他可是追着我做他女朋友的 我敏文其男的答应了 你不喜欢他 不啊 我当然也喜欢他 骗子 啊 我可没有骗人啊 我们是互相喜欢的 嗯 我在看手机 你在说什么 啊 那你看手机就看手机嘛 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句话 吓死人了 Oh my god 晨爱 你的精神果然有问题 建议去医院赶紧看一下 别耽误了啊 啊 你 好了你们俩 又开始了 收拾一下 咱们该下去了 别让他们等着急 啊 都收拾好了 走吧 你们都来了 那咱们也已经去了 出发 嗯 嗯 战情呢 呃 战情 战情说自己有点事 就走了 他去哪儿了 从后院那个门出去了吧 没注意啊 那咱们也走吧 哎 不管那个女孩了吗 哎 走吧走吧 不用管她 她之后会回来的 这人去哪儿了呀 这人去哪儿了呀 真是 嗯 好 我知道了 嘿 哎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一点都不好笑 你一个人 跑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有什么秘密吗 嗯 跟你没关系 哎 我问了就是跟我有关系 我要走了 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 你要去哪儿 哎 我说你这人怎么总是无视我呀 哎 真是个隐瞒的女人 我才跟你说话呢 战情 回答我呀 凌鲜同学 请你别再这样了 请你别再这样了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要求的 我哪有什么要求啊 喜欢的东西 就是要得到 我是个东西吗 有什么区别 我是人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请你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你 你突然发什么火啊 好像个神经病一样 你 我惹不起你 但我躲得起 哎 真的是 这个男人突然发什么臭脾气吗 这里环境挺好的 我也觉得是 你以后 想生活在这种地方吗 嗯 嗯 环境好 还安静 方便学习看书 我也想 他俩真的有点腻啊 那是 人家两人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啊 什么关键时刻 上升到情侣的关键时期啊 你可真够傻的 不然 多金又聪明的少爷 只活在言情小说里 哎 不是 多金不就行了吗 要那么聪明活着还不够累呢 啊 你当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喽 我是死猪的话 你就是死猪的女朋友 也好不到哪去 少五十步笑百步了 哎呀不错嘛 还需快延伸了 尘埃小姐 是你逼我出大招的 啊 你要干什么 啊啊啊啊 你别弄我痒痒了 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 小爱和她男朋友感情真好 你不想拥有一个那样的男朋友吗 不想 嗯 嗯 我不喜欢那种类型 我有喜欢的人了 谁啊 那个人啊 他很优秀 性格也很好 总之 我很喜欢 这样 我也有喜欢的人了 谁 他很漂亮 也很优秀 性格也很好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我们描述的 是同一个人呢 哈哈哈哈 也许啊 那 你有空带我见见 你喜欢的那个人 那作为交换 你也把喜欢的人带来 嗯 好 好 学姐救我 除了要他欺负我 没有啊 我可是国民好男友 嗯 他就是欺负我 学姐你快管管他 呵呵呵 學姐 我真没有啊 我刚才就是逗逗他 嘻 你要是欺负我们家小爱 我可不会放过你哦 我真没有 真没有 呜呜呜呜 你可别让我抓住你 去 你抓得到我吗 你试试看啊 来来来来 你过来 我 试试就试试 你别跑 还真是热恋中的小情侣啊 活力四射 来 手给我 干嘛 我也带你跑 哈哈 你慢一点 喂 喂 湛琴 我走不动了 快点来背我 我没有让你跟着我 诶 小心 好痛啊 你没事吧 哎呀 我感觉膝盖可能流血了 我看一下 真的流血了 哎 动动动 你坐着不要动 我去找人来 哎 你别走啊 别走别走 快回来 你在流血 哎呀 你过来 我兜里有个创口贴 原来 你也会随身带这种东西啊 嗯 别人给我的 没想到 派上用场了 我给你贴上 你背着我吧 反正 我也不重 那 好吧 喂 我说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好像还很为难一样 我明明是因为你受的伤 来 上来吧 身上的味道 也这么好闻 身上的味道 我说你背好我 我快掉下去了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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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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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